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国民党和新党针对 支持莱猪的民意代表罢免 陆续展开 2号 传出有团体预备启动 针对国民党民意代表罢免行动 有台湾媒体评论 台湾政台掀起罢免潮 加剧政治对立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绿营报复性罢免的对象 除江启臣外 还有国民党副秘书长谢龙介 以及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对此谢龙介回应 他很清楚自己被点名的理由 最近宣传反莱猪 让执政党很不爽 他不会害怕 罗志强则直言欢迎 同时呼吁 最好和挺莱猪民代 吴思尧的罢免同日举行 想吃莱猪就罢罗志强 不想吃莱猪就罢吴思尧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国民党展开一连串 针对绿营的罢免行动 针对莱猪民代吴思尧 台中民代陈伯韦 以及范绿阵营民代 黄杰的罢免案相继启动 有学者分析认为 罢免这案对民进党而言 也是施政满一度的考验 民进党虽否认将直接阻止罢免 外界仍推测绿营将反击 有台媒称 台湾政治已进入所谓 报复性罢免时期 且带来若干负面效应 例如选举落败的一方 马上可以在一年后 发动罢免以求翻盘 导致政局不稳 频繁内耗 与此同时 蓝绿阵营若习惯性 以罢免作为武器 也加剧了政治对立 进一步撕裂台湾社会 台湾的资深媒体人赵绍康 有意重回中国国民党 并参选党主席 参选资格引发争议 赵绍康一号证实重返国民党 并称是前高雄市长 韩国瑜力劝他选党主席 针对参选资格问题 赵绍康表示 从来没有国民党替他改规则 他现在欠缺的资格 就是没担任过中平委或中央委员 然而这个问题 只需要江启臣发给他聘书 就可以解决 三号江启臣表示 赵绍康的党籍恢复申请 已经通过 本来就有中平委增聘计划 考量赵绍康丰富的政治阅历 以及社会影响力 他决定将赵绍康列入农历年后 公布的中平委聘任名单中 既然决定重返国民党 他一定也都会设法来为国民党出力 那什么样子的位置 在此时此刻或者在未来恰当等等 我想这个我们也必须要尊重 他的一些考虑 赵绍康申请恢复国民党籍 国民党已进行作业 将赵绍康归建台北市大安区党部 党籍回溯自2月1号起生效 我真的要逼宫我怎么逼 我今天带着各位到中央党部去了 我今天说我们到去办法江启臣 他不知道我正面等他 这是不是逼 这条我哪有没有 我很善意的 没有要逼 有台北评论赵绍康大动作宣布重返国民党 甚至搬出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目标很明显就是选党主席 此举可能引爆国民党利益冲突 造成国民党分裂 另据赵绍康称 自己对2022县市长选举 以及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都不排斥 蓝白阵营票源重叠性颇高 这对于台湾民众党党主席 台北市长柯文哲无疑是个危机 分析称民众党最近在议题选择 立场上几乎与国民党站在一起 近期内支持者与国民党重叠 若支持蓝票源与赵绍康 一同回归国民党 冲击不小 而韩国瑜与赵绍康的联盟 也引发绿营关注 赵绍康所称的精英男 加上韩国瑜代表的是 由下而上的庶民 也就是过去赵绍康口中讲的 这个庶民兰 草包兰 赵绍康跟韩国瑜如果合体的话 未来会是我们民进党最大的境地 好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简讯 5 4 3 2 1 中国台湾网新版网页 于2月3号全新上线运行 此次改版中国台湾网 从内容 设计 功能三个方面着手 页面既突出重点又清新简洁 更加突出政治站位 内容原创 视频呈现 服务功能四个特点 与新版页面一同推出的 还有中国台湾网的新口号 民族情怀两岸脉动 以及代表中国台湾网 新启航的新网标 台湾资深媒体人赵绍康 重回国民党并将参选当主席 更有台媒披露 韩国瑜曾三度拜会赵绍康 邀他回归 国民党内到底在布局什么 对党主席 对2024选举在如何排兵布阵 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 赵绍康联手韩国瑜 选国民党主席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日前台湾资深的媒体人赵绍康 决定申请重回国民党 并表明想要参选国民党主席 在台湾政坛投下了震撼弹 党主席江启臣表示欢迎 称国民党唯有团结 才能给民众信心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也在网络发文支持 时隔多年 赵绍康为什么重回国民党 这将对国民党造成怎样的影响 就这样的话题 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时事评论员陈凤馨女士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 于强先生欢迎二位 李红好 于强好 大家好 李红好 陈女士好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们看到资深的媒体人赵绍康 要回归国民党去参选党主席了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 做一下具体的了解 据台媒报道 赵绍康对台湾记者称 他之所以回归国民党 是因为韩国瑜 劝他选国民党主席 所以必须先恢复党籍 至于国民党规定 需要曾有党中央委员经历 才能选主席 赵绍康并无此资历 3号江启臣表示 赵绍康的党籍恢复申请 已经通过 并表示农历年后 本来就有中评委增聘计划 考量赵绍康丰富的政治阅历 以及社会影响力 他决定将赵绍康列入农历年后 公布的中评委聘任名单中 另据披露 赵绍康申请恢复中国国民党籍 是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拟出国民党发展大战略 生存 复兴 壮大其中一环 江启臣除了亲邀赵绍康 回归国民党 另已透过相关管道 与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接触 赵绍康作为资深的媒体人 一直活跃在屏幕前 相信很多观众 对他非常的熟悉 那么这一次 他对外宣称要重回国民党 去竞选党主席 动因是什么 而对于赵绍康之前的从政经历 也想请奉心 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赵绍康其实当年 他在刚刚出道进入政坛的时候 在他1981年 第一次投入台北市市议员的选举的时候 就立刻的高票当选 形成了一股政治金童的旋风 那么赵绍康其实跟国民党 很多的政治人物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国民党 其实早期的政治人物 都是蒋经国先生很刻意的安排 然后进入政坛的 那么很多的安排 可能都跟学术有关 或者尽可能在行政官员当中 去寻找一些能干的一些干财 尤其在财经领域方面 所以一般来说 固然他们很能干 学士各方面的条件非常的优越 但是基本上 他的服从性格都是比较高的 但赵绍康不一样 赵绍康从开始从政 就表现出他那一个对于权威 反对到底的那一种反骨的那一种势力 所以其实非常受到非常多年轻人的欢迎 这个是他在投入政坛 虽然是国民党加入的 但是他敢挑战权威 他敢对于当时的经国先生的意见 表达不同的看法 对于当时的行政部门 表达不同的意见 所以赵绍康旋风 他不只是在台北市 那么形成了旋风 而且是全台湾性的形成旋风 所以我们看到说 他在台北市议员的选举高票当选 之后挑战立法委员 也立刻的高票当选 那么所以赵绍康旋风 在1982年的时候的那一个旋风 其实是来到了非常高的高点 那么之后就很明显的看到 赵绍康 玉木铭 李胜峰 他们其实很清楚的感受到 没有办法再跟李登辉的黑金政治 共融之后 于是就宣布退出国民党 然后合组组成了叫新党 那我印象很深刻 其实那个时候挑战台北市长 那么当时国民党推出的是黄大洲 而赵绍康也参选 然后同时也看到了 这个陈水扁 民进党的陈水扁 那么也参选 后来在三强鼎立的情况之下 那么陈水扁当选了 赵绍康就宣布退出政坛 之后他就开始转赞媒体 然后在媒体当中主持节目 然后同时有经营一些 相关的这些事业 那么表现也是风生水起 我觉得赵绍康其实对于政治 从来没有真正觉得他应该要放下 因为他觉得那个责任的承担 一直在他的心里头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可能不熟悉 可是在过去这20年 国民党大概只要任何候选人 需要赵绍康协助的时候 他都义不容辞 可见得他其实觉得政治是一个影响众人之事 对他来说 从政这件事情 其实似乎是他血液当中 灵魂当中很重要的一块 现在刚好是整个家庭环境当中 那么放手让他一搏的时机到了 所以从回政坛这件事情 似乎也就水到渠成 我们看到赵绍康对记者说 是韩国瑜劝他回归国民党去选党主席 所以就有了很多猜测 是不是赵绍康会联手韩国瑜 去竞选国民党主席 从一个角度看 就是两个人在某些领域上有点互补 比如说赵绍康代表的是 国民党内的精英栏或者说知识栏 而韩国瑜代表是国民党内的草根栏 所以一个精英一个草根 这个想一加一结合在一起 可能会大于二 那另外就是赵绍康 大概他整个的势力范围 大概在台湾的北部 那韩国瑜在云林 在高雄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的 所以一南一北 好像其实放在一起 也是有互补的 另外赵绍康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是在于他不是台湾的媒体人 他是台湾媒体人的老板 换句话说就是 我们经常说到所谓的名嘴 正式的称呼叫做资深媒体人 很多人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包括今天都受到很多 赵绍康的照顾和影响 所以这是赵绍康 对于整个特别是泛兰 这个群体的影响力很大 但是他跟韩国瑜的合作 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清洁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2020年台湾第一次领导人选举 国民党的初选的时候 当时韩国瑜和郭台铭 真的不可开交的时候 赵绍康是支持郭台铭的 所以现在韩国瑜可以说 好 我已经跟赵绍康 这个兵士前嫌 我们要好好合作了 你兵士前嫌 韩粉不一定能兵士前嫌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有很多韩粉的群里面 就在讲 说不要投给他 为什么不投给他 说我们还没忘呢 国民党初选的时候 他还跟我们对着干呢 这个心结不是韩国瑜说 能放下就能放下的 韩粉不能放下 这是一个障碍 第二个障碍是 赵绍康和韩国瑜 有一个问题是在于 韩粉喜欢的是 韩国瑜的人格特质 赵绍康的人格特质 和韩国瑜的人格特质 不一样 所以一个吸引知识栏 一个吸引草根栏 好 那现在韩国瑜说 让这些韩粉们 都去支持赵绍康 韩粉们就去支持 韩粉们喜欢的是 韩国瑜的那个特点 不是赵绍康那个特点 所以到底多少人能转化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 韩国瑜的支持者 绝大多数都是 相对年纪比较大的人 韩国瑜最大的弱点 也是在说吸引不到 年轻人的支持 赵绍康今年也71了 换句话说 就是赵绍康的这个年纪 同样没有办法解决 吸引年轻人支持这个问题 这是另外一个弱点 再来就是位子的问题 赵绍康这一次 去选国民党党主席 他也不会演 就是冲着2024年 去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去的 韩粉们会怎么想 韩粉们也期待韩国瑜 2024年再去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然后你赵绍康这么去了 不得已把韩国瑜的路堵了 说那要赵绍康真正选 2024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那韩国瑜只剩一条路 就选赵绍康的副手 韩粉们能接受这个结局吗 所以一山不容二虎 所以这个局其实大家都看得到 那么关于国民党主席的改选 我们看到有知情人对外透露说 江启臣还联系了郭台铭 如果向郭台铭 伸出橄榄枝的话 郭台铭会不会出来 再次跟江启臣合作 当然赵绍康 重返国民党这件事情 那么很快地就让人想到的是 在过去这30年当中 陆陆续续离开国民党的这一些人 能不能够都重返国民党 这里面分成三波 第一波当然是新党的出走 第二波就是由宋楚瑜为代表的 清明党的出走 而第三波就大家印象还很深刻的 前年到去年这个大选期间 因为郭台铭跟韩国瑜相持不下 而所产生的这些情节 所导致的郭台铭的出走 所以大家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说 如果赵绍康可以重回国民党的话 那么郭台铭能不能够也跟国民党和解 然后重回国民党 这一点其实虽然有这些传闻 但就我所知道 郭台铭当然到目前为止 他其实对于国民党在前年的 整个的初选的过程当中 那么他所受到的这些伤害 其实恐怕短期之内 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化解 所以郭台铭在口头上也好 或者在私底下也好 其实我必须说 我看不出来有任何的迹象 会在短期之内重返国民党 我觉得现在对国民党来说 他们现在最重要的布局 第一步当然就是党主席的选举 这一场党主席的选举 如果能够做到创造舞台 创造话题 但是彼此之间君子之争的话 对于国民党的气势提升 是有帮助的 所以他不只是谁来选党主席 更重要这个过程当中 能不能够重新的 让国民党有一种新的形象 这就是赵少康重返国民党这件事情 他最大的意义 短期之内 你可以先把它视为碾鱼效应 就是任何的一批鱼 如果说你在运送的过程当中 都是同一批的这种品种的鱼的话 大家会觉得因为无法活动 而奄奄一息 但是你丢入了一只碾鱼之后 这只碾鱼这样子活蹦乱跳 就会激发其他的鱼的求生意志 这个时候就整个的鱼群 就开始出现了活力 反而存活率会大幅度的升高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国民党的两位资深的人物 马英九和朱立伦 他们对此事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如果想去参选国民党主席的话 那么马英九的态度重不重要 特别是朱立伦 之前有很多传言说 朱立伦要去参选国民党主席的 但是一直到现在 朱立伦也没有一个公开的表态 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来评估 接下来朱立伦的动作 其实从马英九和朱立伦 听到这个消息的动作 我们就能看到两个人的心情 是不一样的 这个马英九 其实跟赵少康的关系非常好 然后因为过去 他在国民党内 都算是外省人这一派的 而且两个人过去就有很多互动 后来其实到马英九 当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 在马英九当党主席的时候 就把中广卖给了赵少康 实际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是很熟的 然后你会发现 2月1号 当赵少康宣布了这个消息之后 媒体去问马英九的时候 马英九第一时间 就是展示出了一个笑容 所以媒体都在用笑容在形容 就是马英九的那个 就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那个最直白的反应 就是很开心 就赵少康回到了国民党 马英九很开心 到了2月2号的时候 过了一天 媒体又问马英九 还是同样的内容 马英九就讲说什么 他说赵少康回国民党 他非常的开心 然后媒体就问 说那关于赵少康选党主席 然后马英九就说 国民党有制度 还是按照制度走 这个里面就有玄机 就是按照制度走 赵少康现在按照国民党的制度 是没有办法去选国民党党主席的 但是马英九说按照制度走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是不是能够在制度上 给赵少康做一些调整 给他一个方便 但是这个话并没有说死 所以按照制度走这句话 本身 你去看国民党其他政治人物 不喜欢赵少康回来的人 直接就讲说 这制度不允许他选 马英九没有讲这个话 马英九就说 我们按照制度走吧 所以马英九其实留了一个口子在 这是马英九 马英九很开心赵少康能回来 朱立伦是另外一个方面 朱立伦就不是那么开心了 所以朱立伦不是朱立伦自己讲 朱立伦是拜托幕僚 对媒体讲 说什么呢 一向关心国民党的支持度 是不是能够提高 然后争取社会更多的支持 对于所有的好朋友 想加入国民党 他都表示欢迎 你看这个话就非常的冠冕堂皇 但是掩饰不了朱立伦心中的 其实那个不高兴 为什么不高兴 朱立伦会觉得说 怎么又被截胡了 2020年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本来朱立伦觉得说 就是他去选了 结果半路杀出了韩国瑜 最后朱立伦就没选上 现在大家都觉得说 今年的国民党主席选举 朱立伦是最强的竞争者 朱立伦也觉得说 有希望 所以一路再往前跑的时候 忽然半路杀出一个赵少康 眼看着又比他强 所以朱立伦心里面 当然不舒服 为什么这一次 国民党主席的改选 如此引人关注 是因为谁当了党主席 很有可能就去竞逐 2024年台湾地区的 领导人的选举 而这一次赵少康的似乎 也对外放出风声 他不排除去竞选2024 这就让很多国民党内 想要为领导人选举 排兵布阵的人 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所以说我们现在 应该怎么来评估 国民党内部这一次 对于党主席的竞争 其实现在国民党要说 布局2024年 确实言之过早 那事实上呢 国民党现在不能够说 只有一个党中央 他应该讲呢 其实他是 你可以从好的地方讲 叫做人才济济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他就是多头马车 有江启臣 有朱立伦 另外有赵少康 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其实呢 他现在是在台湾的民间 声望最高的政治人物 那很多人也会觉得说 那既然他声望最高 那么国民党派侯友宜出来选 似乎看起来是最为稳当 那么这些呢 其实都牵涉到了 这个2022年的选举 因为2022年的先市长选举 在2024年之前 那么首先 如果选上党主席的人 在2022年的操盘当中 能够大获全胜的话 那么这个党主席 他的名望 他的声望 各方面的条件 当然就会更加的具备 所以呢 如果能够当党主席的人 他又能够把握住 明年的布局 然后让2022年国民党 在现市长选举当中 大获全胜的话 他就具备了2024年 挑战门票的最佳位置 所以其实2022年 是极为关键的 那另外呢 不只是2022年的选举结果 更重要的是 他选上跟没有选上的 那个得票数 其实也会反映 每一个政治人物的人气 因此 这个2022年的布局跟观察 才是2024年很重要的基础 我们其实呢 要来观察的话 可能要先观察 明年的县市长选举 这个对于国民党来讲 尤其重要 因为他的布局不只是要赢 他还要展现出 他已经有下一个世代接班人 这样子的一个布局 对于你吸引不同世代族群的 这一些选票会有极大的帮助 我觉得这一点才是观察 2024年布局的非常重要的指标 我们还记得在2020年 竞逐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时候 国民党内的初选 郭台铭 韩国瑜 朱立伦 在党内之间的竞争呢 也给国民党带来了一些伤害 所以说这一次 党主席的竞争在国民党内部 是不是也会给国民党 带来同样的伤害 有没有救戏重演的感觉 的确现在国民党面临的问题 跟上一次有一点像 为什么 就是因为按照规矩 那按照现在的规定 赵世康是不能参选的 但是赵世康回来就是想选 那好 要不要为他改规则 2020年那一次 为了韩国瑜改了规则 后来国民党伤多大 大家都是看得到的 那现在为了赵世康 难道还要再改一次规则吗 那大家心里面 都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这个问号 现在就放在党主席 江启臣的面前 因为江启臣是党主席 所以赵世康能选不能选 就在江启臣的一面之间 而问题在于江启臣 如果说按照规定 说按照规定不能选 那你就别选的话 那赵世康在国民党内 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那江启臣怎么样去面对 这些反对声浪 也是一个问题 江启臣过去是在讲述 国民党要壮大 要吸收各方面的支持 江启臣的想法是 这些支持的力量来了之后 是帮助江启臣 结果没想到 这些力量来了之后 有可能取代江启臣的时候 江启臣已经受伤了 说明你的战略错了 江启臣现在就面对一个问题 比如说如果 最理想的状况是什么 就是你让赵世康进来选 最后江启臣战胜了赵世康 那江启臣的位置就稳了 那他将来在国民党内 他想做改革 他阻力就很小 那但是问题是 这个难度非常的大 那对于江启臣来说 本来他今年党主席选举 他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朱立伦 本来两强相争 江启臣就不一定占优势 现在又冲进了一个 更强的赵世康变成三国演义了 那江启臣就会觉得说 一个打都这么费劲的时候 跟两个一起对打擂台的时候 江启臣心中说实话 那个感觉 就会觉得说 所以江启臣自己 说实话 他现在面临的压力 是越来越大 感觉是国民党一直的一个包袱 到现在都没有卸下来 所以在每一次重要的选举节点上 我们都看到 国民党内有很多的竞争 我们都说两虎相争必有异伤 更何况现在浮上水面的 这些国民党内的人物 都是叫得上名号的 这么多人在争一块蛋糕 那么最后受伤的毕竟是国民党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李红 正式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